吃生蚝 生蚝除了壳不能吃,其他地方都能吃 切开给大家看看里面 全是黄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说生蚝哪里不能吃的问题了 前几年就有人说 你们家生蚝吃的都累死了 中间这个怎么也洗不完 那是黄 生蚝是吃海藻微生的 那是蛋黄 生蚝洗净冷水下锅,水开一分钟左右,关火就行 哇,这个费够大,看这个,这个最起码得有四两 哇哦,哇哦,哇哦 个儿冒了,这个,我的天呀 不是每一个都能这么大了哈 还有一个再强调一下我们家生蚝的瘦后问题 如果你的生蚝 收到货 煮熟了,打开 有夹瘦的,夹瘦是什么样啊 这就是正常的肥度 对不对,如果夹瘦就是,比如说磕这么大 中间啊就缩了一小点肉 那个叫夹瘦的 如果有夹瘦的拍照过来包培 好 冷水下锅,水开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哈 这肥度朋友们满意吗?速度下单了哈 快递再有五天我们就停了 今天是一月三十一号 我们五号就是腊月二十四 最后一天发货了哈 然后就收拾收拾过年了 看 六九五斤,九九十斤